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歐喵,我是講顧色BANG 一直以來,明星們時常以藝名登上舞台 有些人相信,這樣的化名能為自己的事業帶來好運 也能避免透過家族關係得到優勢的嫌疑 當然這常常也是塑造成一個品牌形象的好方法 畢竟簡潔有力的藝名,常比較本名更加有記憶點 就是我的歐喵也算是一種藝名 除了名稱本身,要將品牌視覺化也是行銷手法的一大要點 一般來說,藝人們的長相本身就是一個賣點 但這樣的理念似乎與電子舞曲產業的精神有所輸入 在EDM的世界裡,人們從一開始就信仰著匿名的精神 許多表演者都會在舞台上用各種造型匿名 這也是為什麼EDM最能讓人在舞群中融入自我 在業電派對音樂節中狂慌任務的人們 總能卸下自己的身份和期待的壓力與陌生人共舞 這些蒙面音樂人無所不在 從前陣子介紹的Alan Walker到戴著機器人面具的傻瓜龐克 在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人選中 幼潤創紅速度沒能比得上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棉花糖Marshmallow Marshmallow一詞其實是以棉花糖英文Marshmallow的改編 配上他的棉花糖招牌頭盔形象看起來可愛 作品卻是帶著無比的殺傷力 怎麼說以我自己為例好了 我不是什麼EDM狂粉我承認要我馬上列出 他的作品名當成是有困難 但只要音樂一下十有八九我都聽過 我甚至哼得出來 相信有觀眾懂我的感受吧 Marshmallow在2015年個人的 和SoundCloud頁面上上傳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創作品 Waves 這位除了音樂外沒有透露更多的個人資訊 而音樂製作人意外也獲得到 許多當紅音樂人的支持與分享 這也使他的音樂 佔滿了許多音樂主題的刊物 大肆的報導使他在音樂的一開始 就得到了許多國際等級的名聲 當時在眾多支持Marshmallow音樂的 其中藝人DJ SQUARELEX 每週都會選幾首自己喜歡的音樂群目 並稱之為SQUARELEX精選 某週會演世英雄的DJ SQUARELEX 在SoundCloud上分享了Marshmallow的Find Meat後 又造成了一波轟動 聽眾們越來越好奇 這位製作人的真實身份 就在Marshmallow與小賈斯汀合作 推出了捷克U電子樂團 Where Are You Now的混音版後 全世界的歌迷以及音樂人的好奇心瞬間噴發 所有人都在問Marshmallow到底是誰 在短短的時間就制服了所有人的耳朵後 Marshmallow淡淡的回應 不用管我是誰 享受音樂就好 截至今日 Marshmallow共發行了四張專輯 第一張是2016年 透過他自己的唱片公司 Jointime Collective發行的Jointime 其後收入了唱片協會精盛認證的單曲 Keeping Metal 並成功登上了告示牌電影舞曲榜的第五名 專輯本身也有不錯的排名成績 然而延續首張專輯名稱的第二張專輯 Jointime 2評價似乎沒有跟著專輯名稱 以及音樂風格順利的延續下去 Jointime 2被音樂看物評為單一且毫無新意 每首歌聽起來都像是能量飲料 或是極限運動的代言歌曲 專輯沒有任何一首與他人合作的曲目 也是讓人失望 後來再次推出的同系列的專輯 Jointime 3也沒有太突破的表現 終於在去年發行的最新專輯 Shuckway獲得到首次葛萊美的提名 在與可敬的對手較勁後 雖然未得到獎項 但Marshmallow的成功或許不需要獎盃就可以證明了 也許上面提到的專輯歌曲你都沒聽過 接下來一連串也跟著單準備叫醒你的大腦了 在發行第一張專輯的童年Marshmallow 透過加拿大獨立唱片公司發行的單曲Alone 這是他第一首擠進告示牌百大熱門歌曲的單曲 更以超過百萬的銷售獲得到唱片協會的白金認證 Alone除了是第一首百大單曲外 對於Marshmallow特別具有意義的秘密更藏在MV中哦 在MV裡Marshmallow養了一隻名叫Joyle的老鼠 前面我們提到的許多音樂人會以匿名登場 起發Marshmallow成為棉花糖靈感正是以老鼠頭套為特色 Demmouse而Demmouse的本名正是Joyle 在2017年推出單曲Chasing Colors Trimble Moving On後Marshmallow發行單曲 Love You送給了他的歌迷 並美國R&B歌手Claid合作推出單曲Silence Claid渾厚的賞音與薩克斯風巧妙的結合是Silence大受歡迎 同年他也以單曲Wolfs再次收服世界 與Selena合作的單曲更是成功成為Marshmallow 在Alone後第二首登上告示牌百大熱門歌曲的單曲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關於這首歌的有趣觀點 在拉丁語中Wolfs也有狼瘡症的意思 而Selena因罹患自體免疫疾病的關係 剛好就在那一年接受腎臟移植 這種疾病會攻擊健康的器官 就像是藏在自己身體的一顆胃包蛋 自己與身體的親密關係中 仍有這樣沉重的負擔跟歌詞裡所表達 一匹孤獨的狼在黑夜中穿梭的心情非常相像 隨著Wolfs的冷氣Marshmallow乘勝追擊 在隔年與英國Bastille合作推出的單曲 Happier成功再次拿到告示牌百大熱門歌曲的入場券 也成為了電子舞曲榜的冠軍殘聯69週 當然那年的人氣歌曲 不能少與英國歌手Amarie合作推出的Friends 尤其歌曲中那種自信的漂亮女生 不屑地打臉告白自己的那方 還奉特拼出FRIENDS 真的是讓我聽得心中到勝利其境 上癮到一聽再聽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饒舌歌手Lil Peep 離世後她的媽媽特別拜託了Marshmallow製作兒子的遺作 才有了單曲Spotlight 2019年Marshmallow已經成為副比式DJ收入排名第二 吸睛程度讓她與遊戲要塞英雄合作 在遊戲中舉行了虛擬演唱會 吸引了超過千萬關家參與 接下來與蘇格蘭聖堂樂團合作的 Here With Me推出了兩個不同情境的MV版本 在官方MV裡主角扮演著女兒的角色以爸爸為消防員感到自豪 但當等不到爸爸回家時正奔驕傲也混合著愛和痛苦 而在歌詞版的MV中帶給主角是完全不同感受的痛苦 她必須要在她和愛上兩個男人中做選擇 而兩個人對她來說都像是命中注定 這樣的困境凸顯一個愛情裡極為重要的因素 愛是一種艱難的選擇選擇一個勝過所有的人 但小朋友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接下來必聽的單曲是Marshmallow與Housey合作的Be Kind 及與David Lovato合作的Okenabioke 很有趣的是這兩首作品都是無法敞開信凶的共同點 而童年剛好也是人氣韓劇 雖然是神經病但沒關係的發佈時間 三個作品巧合的表現了現代人們壓抑的情緒與壓力 同時也呼籲了大家重視並面對自己的情緒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聽起來很輕快 但同時也安撫人心的歌曲 這樣看來傷心的人別聽慢歌也是有一番道理啦 所以上面提到的兩首歌 我自己最喜歡Marshmallow的作品是去年的 You與Chasing Stars 其實真的是一首非常可愛又甜的歌曲 像是送給一個對自己來說最特別最了解的人 在MP中Marshmallow、Benny Blanco及Vence Joy一起交到一個怪物朋友 因為不了解而害怕卻在了解後成為了最好的朋友 而Chasing Stars完全就是因為個人喜好 因為我實際上太喜歡Gen Spade了 必須說這個風格與以往我知道的Gen Spade差蠻多的 但與Marshmallow、Aliceo合作簡直就是蹦出了新滋味 這首描寫回憶美好往事的歌曲 也獻給現在疫情中青春流失的人們 除了音樂作品外 Marshmallow有自己遊戲烹飪頻道 與粉絲分享音樂外的樂趣 他在2019年YouTube上上傳了紀錄片 More Than Music 而他的經紀人更在影片中分享了Marshmallow 從無到有 從被別人側目到被當成信仰的過程 最後作為2021年歐洲冠軍聯賽決賽的開場嘉賓 他以線上虛擬演唱會帶給觀眾很精彩的表演 展現棉花糖自始至終對於音樂的熱情 與享和聽眾一起對於音樂的享受 那說了那麼多 還是沒有說Marshmallow到底是誰 會不會被退追蹤啊 我們想打造的是一個不被臉孔限制的品牌 然而在漫威宇宙蜘蛛人的真實身份都會被挖出來了 而不然是真實世界的人氣音樂人 從這一開始Marshmallow登上檯面後 人人就張大雙眼緊盯著蛛絲馬跡 從他經紀人掌管的藝人名單中 從SquareX不小心在訪談中說溜嘴人民Chris 從社群媒體上的照片對應的刺訊位置 從副筆視及廣播音樂公司BMI網站中發現的 數據撰寫的文章等證據都指向了Chris Comstock 其實對於自己的身份Marshmallow是千計萬計的保護 他曾經在訪談中以雙手搗戰 表示自己永遠不會公布自己的個人身份 甚至在推特上開玩笑的說 其實Chris是我名車的縮寫 我叫聖誕節Christmas 他也邀請荷蘭DJTiesto戴著他的面具上台再揭開面具 假裝Tiesto就是Marshmallow用一個玩笑告訴大家 他的身份是誰根本就不重要 因為他深信這是唯一能讓聽眾 與自己在同一個當下享受音樂的機會 Marshmallow的身份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但相信對於真正喜歡他的音樂的人來說 他是Chris Comstock或是Marshmallow 根本沒有差別也不重要 因為他們還是會繼續在他的歌曲中沉浸自我 Marshmallow Marshmallow